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男性频繁收银的习惯,会是男性患各种疾病如,的男性,导致男性不外接不射精等,有许多男人不太注意卫生或频繁的性生活,导致生殖器官疾病,每当病人患有这种疾病时,他们都会因为去医院接受治疗,而感到尴尬,而且他们的病情也会随着时间而恶化。 如果男性想避免生殖器疾病,他们对生殖器的按摩和保健也很重要,但是频繁的自我安慰,会导致弟弟短小吗? YJ短小,是男性常见的男性疾病之一。YJ的长度和高度,重量是一样的,有个体差异。 正常情况下,成年男性的YJ长度在5到6厘米中,在刺激的情况下,勃起会是软时的两倍,倘若软的时候小于4厘米,勃起后YJ小于8厘米,这就属于短小现象。 虽然男人只要能正常勃起,正常的生活是没有太大的影响,但在日常生活中,男人应该摆脱自我安慰的坏习惯,因为手淫是一种上瘾的行为。 如果频繁的自我安慰行为,可能导致男性身体的发展,造成更大的伤害的心理,没有采取预防和及时治疗,会导致男性男性疾病,严重的还会导致不孕。 一般来说,频繁的自我安慰,的确可以影响人们的健康,所以男性要注意适度自我安慰,避免因一时的快乐,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 以下这些方法可以帮助男人勃起衣,磨鸡肾腹,双手一般来说是放在同侧腰部,然后从上向下往反的来回进行摩擦,约三分钟,会感觉身不微热,又或者可以双手握拳,双手背平面来进行击打你的腰部,力度一定要控制,每侧击打50次左右就差不多了。 此方法可以有剑肾撞腰一经,疏通经络的良好功效。 二、腹骨勾按摩睡觉前,双手放在两侧的腹骨勾上,在手掌的斜方向轻轻按摩36次,每周按摩几次,对增加性欲和提高精力,有一定的良好效果。 三、摩擦双耳早晨难忍起来的时候,用你的指尖在两侧对耳的轮体等耳朵部位进行轻轻的摩擦,你还可以扁压柔按,当有居部位胀痛有热度就可以停止,这个方法可以调和阴阳,疏通细续,这是历代的养生家所唱的。